有的時候是因為太過著急 他反而會害到旁邊的人 你是不是有被害過 被急性子的人害 我常常被害啊 沒有 以前那種急性子的老闆 他真的害死人 他跟你開會 一天一夜這樣子喔 都是在聊構想而已喔 聊完以後 然後他說 我好累喔 他說他要瞇一下 他就瞇五分鐘醒來 玉琳 腳本呢 我說 腳本 你還沒寫好 你有染散 我從你有病是不是 他睡五分鐘耶 什麼東西啊 他睡五分鐘 他誤以為他睡五天耶 天啊 對啊 人家說急進風 遇到曼郎中嘛 你遇到那個曼那個 TEMPER其實不一樣 根本就沒有辦法庫捕 除非他找到一個很厲害 但是也跟他行為模式 差不多的人才可以共識 要不然你光是被氣 就會被氣死 像我老婆就好了 你老婆很急啊 我老婆 他是 他是算未雨綢繆那一型的 你比方說像我們的七點 換了天沒更 換了天沒更 然後他心裡面就 換了生日要去 馬兵承 他就會 他就 差不多啦 就是每天都煩惱的事情很多 他坐在家裡面 想很多 比方說七點的 比方七點要去吃飯 他五點多他就開始 他開始在想說 今天的路上應該會塞車 他就說今天要早一點出門 因為有下雨的話 可能也會塞車 他就開始 比方說七點他大概六點半的時候 他就已經全副武裝統統弄好了 然後你在做事情 他就一直在看著你 我說你要看我看多久 沒有啊 因為反正現在時間也還早 你就慢慢來 花你眼了 就一直看你 我看你多會摸 對 我看你多會摸 然後差不多到了四十五分的時候 六點四五分 好 我要去準備了 我穿起來 他說你可不可以快一點 我說已經 我就說我的時間上 會控制得很好的 然後他會講說 你什麼東西沒有啦 我說包包有沒有拿 那個喜帖有沒有拿 什麼拿 我說好 好啦 你不要這樣 這樣我也很亂掉 我整個那個 schedger都被打亂掉了 那我們家那個呢 我們家就那個鐵門 然後準備七點要出門 出門一去去 然後鐵門一關起來 咔 完了 忘了 車鑰匙在裡面 門的鑰匙也在裡面 然後我就看著他 我就說你看 都是你害的 欲速則不打 對啊 你為什麼那麼敢呢 而且你正常 我很有壓力耶 然後我們兩個就看著就 糟糕了 現在該怎麼辦 唯一的方法就坐計程車 但是坐計程車的時候 你到台北去吃一頓飯 晚上你要回來的時候 你還是沒有鑰匙 因為我兒子在石牌那邊上班 我們還要坐計程車 再去石牌那邊給他拿鑰匙 然後再慢慢的回到家裡面去 我說 因為以你的一個緊張 讓我們多花了時間不打緊 又多花了錢 對 真的會被逼瘋的 那節奏不一定會一樣嘛 對啊 感覺也不一定會一樣 這樣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被家人催的 那個感覺跟 被工作夥伴催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我那個時候一開始 就是我是從事新聞業嘛 然後當主播之前都一定要當記者 可是大家都知道當記者這份工作 就是非常的 就是在跟時間賽跑 因為我們有時候一天要跑好幾個 不一樣的記者會的現場 然後那時候我就是小菜鳥 所以其實我們出去的時候 因為剛大學畢業 他們就會跟你說 你出去跑新聞啊 就要讓大家覺得 你看起來很有那個 就是有職業感 所以我那時候也不太會穿高跟鞋 然後我就穿了高跟鞋 可是我們又為了要跟那個攝影大哥 感覺就是有幫忙他的概念 革命情感 對 我就幫他拿著腳架 就扛著腳架這樣子 那腳架其實有點重 應該有十幾公斤 然後就我們就從上一個場 要到下一個場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抓時間 我覺得還OK 然後就扛著那個腳架 他就一直吹 就是說快一點快一點 採訪車在等我們了 下一個場就是快要遲到了 我們不能夠獨漏這個新聞 然後我就跟他後面一直跑 然後你知道那個台北市啊 有時候就會有一些那種水溝蓋 是有那種就是圓滅的 很像啊那種 然後那時候我的那個根 就直接踩進去那裡面 可是我又看到那個腳架 我就直接這樣 然後拉 那個高跟鞋就直接斷掉 然後我的腳還整個大翻船 就很危險耶 超痛的 然後我就 然後他在前面還說 你怎麼還在那邊 就還在那邊唸我 然後結果我就 趕快亂買了一雙應急 趕到現場去 結果到現場以後呢 那個記者會有延遲 我們在那邊趕等了一個小時 對 根本不用趕了 為什麼 你就擺起了 然後腳還扭到 前面是在急什麼 對啊 天啊 然後害我又買了一雙很爛的鞋子 然後本來那雙高跟鞋又斷 那感覺很差 因為我真的很怕別人急 因為像我姐本身也是個性非常急的人 我已經覺得我個性急了 可是我姐更急 而且我姐急到很喜歡開快車 哦 對 她的那個車品 你完全看得出來她是個急性子 然後像之前有一次 我們就是全家人要一起去吃飯 然後我們開兩台車 她載他們全家人 然後我載我爸媽 我們兩台車大概十一點左右出門 那因為我們台中人嘛 就路比較小條 然後那時候我就這樣 我開前面 然後我這樣開開開開 然後前面呢 黃燈 然後我想我載爸媽嘛 安全起見我就停下了 對 我就被我姐 啪 然後我就 我就想說 我以為妳就被妳姐撞上 對啊 這也太急了 不是我 騎到妳的山頂上 我看後照鏡我姐是這樣 蹲下來的那種緊急煞車 你知道 等到綠燈 好 我就開始這樣往前開 我姐直接逆向超車 然後跑到我前面 可是因為你知道那個路很小 所以當它逆向的時候我嚇到 我是看到那種死角突然竄出來 我嚇死了 我趕快往這邊一閃 我就 然後整個然後停到那邊 然後我就整個停到路邊 嗨 妳不像社會新聞 我們整個撞進人家店裡面 對啊 那妳就會在頭版看到我了 對 然後那時候就這樣整個扯住 然後我就看我姐這樣 嗚咻 呼嘯了 然後我就想 好啊 你們現在就算再怎麼找到 那妳們還是要在餐廳等我們 對 妳爸媽在妳車上 對 我車上 而且我得先下車 然後去按門鈴 然後跟住戶道歉說 我們陪妳這個花盆 然後就很帥 一直道歉 然後他們就開始 那個住戶就說 妳們怎麼開車的 怎麼會開車 還要陪他們唸 唸很久 然後我就一直對不起 人家原來被仇家追殺了 沒想到那個是自己的姐姐 對啊 急什麼 真的 然後我就賠完那個花盆的錢 然後我再到現場的時候 我至少抵累了也40分鐘 重點是 我花了五千塊的板金 天啊 也會 我感覺超差 真的太慘妳了耶 然後我就想說有必要嗎 對啊 可是妳看妳姐是在後面 像我媽也是非常急性子 我就很怕載我媽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想說 我那時候剛買新車 然後想說載我媽去看個醫生 不然她每次都要坐公車 坐捷運 然後去很遠的地方看醫生 然後我那天就載她去看完醫生 要回家 她就急 她急什麼 她急著 回家看八點檔 她很緊張 而且還是妳演的 她不是預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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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精確 她如果是看我演的八點檔 我也就算 重點是還 不是看我演的八點檔 那有什麼好看嘛 她就很急 然後就急著說要趕快回去 然後也是遇到黃燈這件事情 那是復興 復興要左轉忠孝 那她有耗製 然後每次只要是遇到車 比較多的時間 那邊一定會塞車 那就要排啊 要排啊 就要排 而且你左轉過去之後 她那邊人行道剛好會是 你左轉燈一停 她人行道就可以走了 對 所以如果你是剛好跟在後面 跟很緊的話 你會很容易遇到行人 你會卡在路中間 會很尷尬 然後我就 因為我知道那邊的路況是這樣 我就想說算 我媽就看到黃燈 我媽說快點快點 趕快跟上去 然後我就說天啊天啊 因為她已經一路上去跟我說 我跟你講這邊 走這邊比較快 這邊沒有紅綠燈 然後走這邊比較快 然後走到那邊 我想說好好好 她這麼急就開過去 好死不死 因為我的前面一台車 是剛好過了斑馬線 然後所有的行人 就在我的車子前面這樣走來走去 然後或者是他們要繞後面 有的還會開妳的引擎盖 還會開妳 我就是有遇到這個 我就有遇到一個人 他走過去 他就這樣 就不高興啊 他就指地上是斑馬線 你車怎麼可以停這裡 鄧妮的眼神惡狠狠的 這樣子啊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好就算 當初沒看見 當初沒看見 我車一開過去 警察就在旁邊 又被攔下來 因為我這樣其實就算是闖紅 對 算違規了喔 然後就因為這樣子被開罰單 然後我就跟我媽說 你到底吹什麼 這有什麼好吹的 對啊 芭蕾廠長前面 還有片頭要唱歌啊幹嘛的 對 我想看 正明天還有重播 你又不用工作 你在家裡看重播就好 他說不是啊 那個為什麼開這麼慢 他就會在車上 就會一直狂念 然後一直很急 然後他看到那種紅綠燈 就說 怎麼會有99秒的紅綠燈 就是很害羞 算是百多秒 就是百多秒 人家 像我們心胸開朗 我們看那個就很開心 好極力喔 九九 對 凡事都要99 常常又99跟 6688這種 所以你也是不爽99秒 我也會覺得說99秒 為什麼一個紅燈要這麼久 就很奇怪 因為可能白天那個紅燈 還沒有那麼久 他就在高峰時期 他就變120秒 對 為什麼要有120秒的紅燈 而且有一些是那種 馬路很小一條的 那要99秒 對 為什麼這麼大條 大條就算了 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 急性質的人 真的會讓人家很討厭 像我真的是常常被我媽 因為我爸爸也急 所以我媽就說 我以前你爸爸急 現在你急 他說我這一輩子 跟你們兩個急 現在急 我真的很痛哭 你就是遺傳到你爸 對啊 所以真的要送你一句話 就是世界越快 怎麼樣 心則賣 對不對 不過我覺得這一件 心則賣 心則賣 這很難啦 這很難 好比說剛剛尚華講到 就是說工作夥伴這件事情 因為以前像我們在錄節目 放放棄堂的時候表演很多 然後那時候我又是高中大學生 所以基本上你的時間就是很壓縮 因為發通告時間也慢 然後可能禮拜三發 你要準備五個表演 然後禮拜五就要錄 然後你隔天要上課 然後表演又要團隊一起練 所以大約那時候又要求成績 所以那時候我搞的 我就是一下課 因為那時候 我們的那個年代 最好的手機叫T91 然後你那時候又要騎車 又要回去拿東西 然後就夥伴就趕趕趕 明明就是約個六點半 你還有時間吃飯 他六點就到了 就開始催 欸六點囉 六點囉 六點囉 那就在吃飯 然後你東西又拿一拿 然後被他趕的 第一飯也吃不飽 第二有 就是東西很七零八落的 可能拉在家裡什麼 然後結果到了時候 手機就噴到那個水溝蓋裡面 啊 直接包一個 全新的手機 兩萬溝蓋 算是毛病很多 對 然後我到了進去 還有十分鐘才要開始 然後也只有他跟我 他剩下兩個人還沒到 然後就快要把我逼瘋 就有這種 對啊 真的會被逼瘋 真的會被逼瘋 你現在講到夥伴 像我以前喔 我以前開那個貨車的 你可能知道 有 他在經歷很豐富 開過經驗車 香行車 開過貨車 我說洪哥以前開過貨車 開在橋上翻車 翻到下面去 我現在正要講橋的那件事 真的 我跟你講那個橋 它本來就是一台車子可以走的 當你車子已經開到中間的時候 對面它就有個車子 它也硬要給你塞過來 那怎麼塞 它就很急 它認為可以過得去 但是因為我們後面 載什麼東西你知道 載洗髮精 那個時候載洗髮精 我那時候載洗髮精 我說不能過來 千萬不要過來 他就慢慢嘟嘟 一跪一跪一跪 卡住了 卡 好 我跟你講 卡住的時候 那到底是我要退 還是你要退 當然是你要退啊 他說你比較過 他說他快要過了 我說不會過 他說可以啦 然後我就試著要倒車一下 我不騙你 光一個小小的 一個輪胎 稍微打向右邊的時候 對 你就看那個車子 我這一輩子第一次 嘗試到什麼叫做雲霄飛車 天啊 好危險喔 它那個右邊的輪胎 就已經要下去了 但本來是不會下去的 因為後面載的太重了 然後後面 它就那個 箱形就這樣開開開 嗯 哎呦 你在裡面啊 我在裡面啊 好危險喔 然後下去的時候 當然要保護頭部 然後慢慢的 旁邊駕駛座都已經是水 應該是水溝嘛 我趕快爬過來 就忽然發現 我已經在車頭上面了 然後那個所有的洗髮精 通通閃開來 你沒有趁機就洗個澡 洗個澡 洗個澡神情醫師 哭不出來 沒有 你那時候已經嚇死了 想說我要say goodbye了 而且你知道嗎 那一條本來是一個臭水溝 但是我從來沒有想像過 那條水溝那時候 居然變得那麼香 因為都是洗髮精 然後我們後面那個主管就過來說 你是怎麼塞的 你知道這車多少嗎 你車大概有三十幾萬的貨 哎呦 可是也不寫錯啊 被你害慘了 對 我說就是他啊 但是他也開走了 開走了 對啊 但是我就必須要留在那個地方去處理 因為那件事情 大概就賠了將近二十幾萬塊 哎呀 上話 剛剛俊彥講到那個 手機摔壞的故事啊 其實我也是在新聞圈的時候 有一次 我就是那時候預購了iPhone6 所以呢 我就是在那個中午吃飯時間 趕快偷偷跑去公司旁邊的那個電信行 就去拿我的那個手機 那個時候呢 電信行的那個老闆就跟我說 哎 因為現在大家都覺得iPhone很貴 所以現在有推出一個手機的保險 就是只要什麼繳一個六千塊 就你整支手機怎麼樣怎麼碎裂 他都會免費幫你 對 對 對 然後他就說你要保嗎 我就想說哪有那麼衰 我就說不用 趕快 因為我要趕快就是要去工作 當你有這個念頭的時候呢 去人莫非被發生 就被不定妳要推了 我上一秒 因為他在那時候在跟我講的時候 我主管就打電話來給我 然後我就先把他掛掉 我就說沒關係不用 趕快趕快 因為我主管在催我了 結果呢 我主管開始奪命連環Call 我就在那邊收東西 然後就拿著我舊手機這樣夾著 然後在那邊收新手機 然後我就要接起來的時候 我新手機就掉下去 就怕 結果他的手機螢幕整個碎裂 天啊 然後那個時候他們 我心 催我還很容易睡 對 我心整個涼了 然後我就看那老闆說 我現在來得及保內心嗎 這樣會空 然後我就想說 最好給我出什麼大新聞 不然我主管在那裡 在給我打什麼意思的 我就說 就是請問怎麼了嗎 然後主管就跟我說 沒有啦 我想說妳出去 所以幫我買個午餐 好生氣喔 好生氣喔 對 然後就沒辦法 我那支手機就立馬送去 原廠的使用 命中注定妳跟iPhone無緣啦 但我現在還是在用iPhone OK 來 果果 先吃 我是我們家人也是個性很急 但是我就是那種慢慢來的 尤其我覺得吃飯是一個很重要 就是享受那些菜 所以我就會慢慢吃 但我們家人吃飯的時候 就是很常 例如說我們去吃那種自助餐 他可能沒什麼人 對 然後也沒有限時 然後他們就一直說 快點快點 趕快吃 然後就一直 他們以前可能逃難過啦 對 但就是不知道在改是什麼 然後一直夾菜在我碗裡 然後就一直吃一直吃 然後就感覺回去整個胃超不舒服 然後就回家 然後他們就躺在沙發上看電視 然後我想說 那為什麼剛才吃飯的時候 不慢慢吃就好了 要這麼急 對啊 而且這樣很不舒服 對 那會胃食倒逆流 他們都有耶 都有喔 有的時候是這樣子 是旁人很急 那就像我剛剛奉勸妳那句話 說世界越快心則慢 我們慢慢會演化出一套方法 來治這些很急的人 對 他們也都有這些相關的PayPal在 對 來 上話